接下來我們要上了以前的課本的題目 這個題目的內容相對而言是有比較多會考的 好 問了一些什麼潮間帶啊 什麼時候釣魚啊 那個比較會考 他說說我們給了一個表 像這樣 好 先倒數你 學測到目前為止考這種題目 都是滿潮時間也給 乾潮時間也給 那就很好 上面寫幾點就是題點 大部分你在一般的考 你就看到這個上下 只給了滿潮時間 沒有乾潮時間 可是你解題的時候會需要乾潮時間 怎麼辦 加起來 數以二 中間就是乾潮 那還有少數題目是什麼都沒有的 我完全沒有任何這種表格這種數字的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辦法補魚氣 為什麼還不回家 幫幫幫幫幫幫 問一些問題 這樣子 你就可以用背 背什麼 潮汐每天會延後五十分鐘 潮汐的週期十二個小時又二十五分鐘 用背 OK 好 給了這張表 給了這張表 然後問一些問題 第一個 上午九點的時候 淡水海邊是漲潮還是退場 上午九點 上午九點的時候 淡水的海邊是漲潮還是退場 好 來 停車戰界問 這個帥哥叫做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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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30 多少 漲潮 漲潮 你做 答案叫做漲潮 老師跟你說這種題目呢 畫波浪圖 就解決了 畫個波浪圖 他的第一次的滿潮時間是10點26分 10點26分 然後呢 第二次滿潮時間是22點32分 22點32分 然後呢 甘潮呢 加起來 除以2 10加22除以2叫做16 26加32加58是29 大概四點半 大概四點半 然後這一題四點在哪裡 九點鐘哪裡 在這裡 所以正在 上去中 誰叫做 漲潮 誰叫做漲潮 OK 誰叫做 上午九點漲潮 好 這裡要淡水海邊觀察 潮間帶生物的好時間什麼時候去 好 理論上的好時間是 甘潮前後一小時 潮間帶露出很多給你看 甘潮前後一小時去看最好 可是有的題目 答案裡面沒有這個選項 沒有那個甘潮前後一小時 要怎麼辦 挑 誰最接近甘潮 表示漏出來最多 正在退潮 表示會越漏越多給你看 所以 這時候去比較好 什麼時候去比較好 什麼時候去會比較妥當 什麼時候去會比較妥當 來 小一位 可愛小女生 有嗎 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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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號 7號 3 請你站起來 回答我 選項 你說什麼 選項是4點還是11點 4點 4點喔 剛剛才已經畫過圖了嗎 他什麼時候甘潮啊 下午4點半嘛 下午4點半 大概是29分大概4點半左右嘛 所以前後一小時多少 3點半到 5點半 所以呢 下午4點是好時光 這個題目喜歡問喔 什麼時候去看朝朝鮮比較好 這種題目是喜歡問的題目喔 下一題也是有人會問的 釣魚啊 掌潮的時候去釣魚 那個魚到河口蜜石 釣魚會比較好啊 請問你啊 下午2點鐘去哪裡釣比較好啊 就要看對誰而言 下午在那邊掌潮 這種題目喔 也有時候題目醒的方法不一樣 答案會有點小差異 有的會要求是要剛剛開始掌潮 剛過乾潮 有的不用 只要掌潮就好 只要掌潮就好 好 那就是下午2點 那些地方啊 有幾個地方啊 五個地方對不對 這五個地方 誰在下午2點的時候 誰在下午2點的時候是什麼 掌潮 誰在下午2點都是掌潮 他就適合去釣魚的好時光啊 哪一個啊 哪一個啊 哪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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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你選台中 其實很多人都會選台中啊 答案叫做 什麼叫做掌潮 剛剛過乾潮嘛 過了乾潮叫做掌潮嘛 對不對 好啦 那基隆 加起來除以2 20加9除以2多少 14 14 14點 兩點多 兩點多乾潮對不對 兩點多 兩點多 超過兩點了 所以兩點還有沒有乾潮 還沒有還正在 落潮嘛 但是剛剛講過4點半嘛 對不對 16點多嘛 剛剛講過16點半 五七咧 22加10也是多少 16嘛 也是16 16就是4點多才乾潮 兩點鐘還 差很多 然後台中 8加20 除以2 叫14 兩點耶 可是後面47加13 叫做 60 叫做兩點半 他兩點半才怎樣 乾潮 所以兩點有沒有乾潮 沒有 還不到 還在落潮 退潮中 所以高雄17 7加19 26除以2 13 一點多 所以兩點就怎樣 兩點已經超過了 乾潮時間了 所以就在漲潮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的是 高雄啊 這也是會喜歡問的 釣魚啊 什麼時候去釣魚比較好啊 可能是問 什麼時間啊 或者是問什麼地點啊 看他題目怎麼寫囉 OK 下面呢我就直接報答案 這個沒有什麼意思啊 就是把它算一算就好了 加一點就可以了 那這個要考什麼 就考那個所謂的週期啦 從這一次到下一次嘛 我就算給你看了 我要你背多久 12小時又25分鐘 那現實 那我們那是非常粗略的估計嘛 現實當然不一樣 大概差不多週期就這麼多 這個其實也不用超啦 因為反正就是加 就算了 前面是 前面是6點 後面是18點 前面就是12點 這樣 撿完就沒事了 小吃一雙 好 下一個我也直接報答案啊 這樣算什麼 今天第一次跟明天第一次有差多少 啊今天9點嘛 啊明天9點50嘛 就差多少 就差50嘛 就這樣算就很簡單 所以我也直接報答案嘛 我要你背多久 50嘛 我要你背50嘛 這都不是50嘛 那不重要 反正呢就是 如果有人考這種節目以後 就是直接撿就沒事了 對 沒什麼好講 OK 但是我要你背要背好啊 每天會延後50分鐘啊 我們考試考過啊 那黃專師還是誰也考過啊 就是考那個天什麼 黑風很大 爸爸不去然後不回家嘛 就是問你這時候出行什麼時候回行 每天會延後50分鐘 就考這個 OK 就是這樣 很簡單 請問有人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很好 謝謝課堂的練習